保全大哥總有忙不完的事 60歲的陳先生八年前從本業退休後加入保全行列 社區大小事他都得掌握不只是體力活還要隨時注意有沒有生面孔 保全人員主起社區安全防線維繫與住戶的關係 但後疫情時代萬物皆漲又面臨人力短缺 社區管理費不夠用或是請不到保全 缺工窘境衝擊各行各業 如果保全能雲端化或許有機會降低人力需求 民眾來到沒有保全管理的大樓 按了對掌機後訊號直接傳到保全總公司的管制中心 緊急需求中心人員能夠及時處理 因為夜間人力更難找目前雲端無人保全系統以夜間為主 設備它是只要你啟動之後它是不會休息的 也可以解決社區人力不足的這個狀況 那還有一種就是小型的社區它只有30戶50戶 那他們本來就已經請不起24小時警衛 可是他們又怕他們的公共區域被入侵被破壞 當大樓沒有保全人員留守雲端保全要如何來運作 像我這樣的不明人士入侵 管制中心的人員偵測到就會立刻發出警報 那假如我還是不離開的話 中心人員就會立刻報警 除了防盜 大樓門禁異常 發生火災 緊急狀況 系統都會及時彈跳訊息通知 監控中心有大樓3D配置圖 就像人在現場 保全業界第一個就是人難找 那現在工時又長 因為我們一般保全業法是可以到彈性工時可以到288 就是月休六天 一天要上12個小時 又要輪班 所以願意投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 幾乎是越來越少 對 然後呢 之前投入的可能年紀就是退休人員 二度就業 可是他的身體也沒有辦法負荷太久 因為日夜輪班的關係 所以可能做個三五年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這個就會變一個斷層 而且現在又有少子化 根本找不到人 我們實際詢問社區 前主委說 當初引進這套系統時 其實也經過兩方拉鋸 比較年長的長輩 他們還是會比較習慣於說 他們覺得可能要見到五人 他們會覺得比較安心 那當然因為現在就是當我們住戶上的成員 有很多大概有一半大概都是比較輕壯年的住戶 他們對這個所謂使用科技來管理社區的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也有也比較成熟一點也比較能接受 雲端保全跟真人保全的差別在哪 前主委這麼說 不過業者也認為 無人保全並非為了取代真人保全 而是用科技輔助人力 讓社區管理效益最大化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